竞选盟和红杉军可能上演街头对抗 警方今天再度发出警告 全国警察总长卡丽今天重话批评集会者明完不灵 他说19号当天如果这场集会真的出现 警方将对红黄两派采取严厉行动 双方人马都会受到法律对付 对于竞选盟要求警方引用和平集会法令将红黄双方隔开 卡丽反呛竞选盟自己都没有遵守和平集会法令 因此怎么有理由要求警方使用这条法令来对付红杉军 他批评这样的集会只会破坏国家和谐 如果所有人都遵守法令 那么警方绝对会给予充分配合 而就在这同时自称来自吉隆坡市中心 三个地点的马来犯商组织 则是采取法律行动阻止集会 他们在昨天入禀吉隆坡高庭申请停令 阻止红黄两派举行这场集会 不过高庭今天驳回了有关申请 拒绝发出禁令 由于担心上次红杉军骚扰此场街的事件重演 吉隆坡小贩商会主席红系帝 也在今天前往警局报案 要求警方关注此场街商家的安全 NTV7综合报道